大家好歡迎來到約庚頻道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坎仔的美斯美高梅 其實這個場地都是比較少過來的 因為大家主流都是去威尼斯和銀河比較多的 那美斯美高梅旁邊就是永利皇宮來的 剛才拍到永利皇宮的藍車 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美高梅這邊看看吧 那美斯美高梅這邊其實我自己也是來過幾次 印象中裡面就沒什麼走的 都是進去吃東西咯 都可以見到這邊的其實都沒什麼的士在偶桶車 來現在看到都是只有一輛 可能每個都是開車來的 如果是開車來的話應該都是去本地人比較多的 那前面就是入口咯 那進到來咯 進來是要做健康碼的 不做健康碼就不給進來的 還有都要量體溫的 那其實基本上現在 每間賭場都是要做健康碼的 是威尼斯不用咯 威尼斯就沒有做健康碼咯 其他都要做的 那進來看到 在購物隔離這裡人就不算多咯 那我們走吧 我們去看看吧 現在走過來都沒什麼人的 現在看到最多人的地方就是星巴克這裏 這間星巴克幾大 和裝修都幾特別的 星巴克最多行咯 這樣看就 在這給大家看一下 繼續向前行咯 其實現在很多店鋪都是大切的 進來的人基本都是戴口罩的 在這間星巴克還是適合的地面 在這間星巴克還是旁邊 這是一個星巴克的地面 在這間星巴克還是旁邊 買東西的店鋪也不多人了 其實現在這樣看美高梅這邊也是 美高梅和辛豪影梅的場景都是比較安靜的 永利皇宮我就沒有進去拍了 因為永利皇宮之前進去裡面就更加沉悶 沒有東西看的 這裡就是中間廣場的部份 它的設計蠻漂亮的 你看到它有做自然採光的 這裡的設計其實跟我自己的感覺就跟之前台灣的桃園機場比較相似 就是它自然採光的設計 來到這裡人就比較多了 吃東西的人也不少 你看看 在這裡吃冷茶的人也不少 看到也有很多小朋友走來走去 可能這邊就有親子活動了 也有很多小朋友喔 比我想像中跟我原本想像中差很多 反而購物街都沒有人 可能這邊有食事 所以那些人聚了在這裡 其實美絲美高美這邊整體的設計是比較有藝術感的 我自己覺得 跟其他幾家美比 前邊這裡就在做親子活動 可能是做親子活動 所以就吸引了一些人過來這邊 你看看多少小朋友 下一輪在這裡排隊等一起玩的 就只會看著大小朋友 看著呀 在這裡讓對方有關心 你會選擇您的藍術心 你會選擇 是否認為 你會選擇 我參選擇 你會選擇 其實都蠻好的 現在我們再走一走前面看看有什麼看 不過我記得前面好像都是掛藝術品 沒什麼看的 其實除了剛才那邊之外 這邊走過去都是沒什麼人的 其實尾高門這邊好像沒有我自己的感覺 澳門那邊和這邊都是遊客比較少 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賭場在哪我就不清楚了 賭場在哪我就不清楚 因為我沒有做核酸就進不了去看 所以進去看也認不到你看的了 對咯我沒記錯了 這邊又放了一些藝術品 地毯那些東西咯 對咯我們在這裡不停地看一看吧 我怎麼寫我的東西 我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事 我們就這麼做的 去看點心 我讓你去過 Read Turn 我可以來看看 我記得之前我自己過來時就算是這些掛藝術品的地方 都是滿了人在拍照,但現在都沒有了 那我們走出去吧 放點片 放開 acute 放回你的攤子 放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 似做親子活动比较多 如果這邊沒有親子活动,怎會在這裡的人更多 我個人真正確定 因為要買東西都未必會特意過來 可能就算買也是代購的過來買 因為貪這裏人比較少 看到啦其實上面挺漂亮的 那個天花板那裏 中間這幾塊金是藝術品來的 在美高門這裏是經常有藝術展覽的 現在我們就走出去了 一路都是有些人進來的 都有些人出去的 我們就走出去了 我們就走出去了 在美國裏面上就走出去了 在美國裏面上的地方 intimacy就走出去了 個人的事情 好 星巴克這裏都是很多人的 那我就拍一拍你們看看吧 因為剛才都拍得不清楚嘛 現在就不斷看一看吧 我剛才這樣看一看好像都 那些位都被人坐了沒什麼位子被人坐了 即是要進去喝東西都可能 要看看如何找個好位子 那我們現在走出去了 這邊也走得差不多了 我猜不到這麼快 十多分鐘就走完了 現在就走到大堂這裏了 看到其實 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都是比較差的 不知道它是怎樣去營運這段時間的 怎樣去提高營業額 先前都說過這裏都比較多藝術品的 我看見前邊那裏都放藝術品的 我們過去看看 這個應該是西遊記來的 大家都應該一眼就看到了 西遊記 那這裏其實今天就這樣走得差不多了 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那的士等到現在都還沒走到 十幾分鐘就多了 我先不要走到這裏 你先看見 我先看見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 我先看見 今天是大間的 我先看見 那一看見 你先看見 我先看見 我先看見 你先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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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裏先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場有什麼看法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看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裏先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